也就是我跟蘇院長我們兩個 真的在我的總統任內 我們真的很努力的替屏東拚檢設 剛才我們院長有講得非常多 尤其是屏東的榮種能夠設立屏東榮種 對屏東人的就醫品質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屏東榮種在屏東市 可是平南的醫療也是一個大家很關心的事情 尤其在恆春半島那裡的醫院品質 這是我們大家比較注意的事情 所以這個恆春旅遊醫院的改建升級計畫 從我剛上任歷經四個行政院長 我們終於重建完工 在去年年底 我們有全新的醫療大樓 正式的啟用 這個病床增加到137個病床 也增設了高階的醫療設備 成為我們恆春半島最完善的醫療機構